包括国道客运以及市区R自投客运不断减班 严重影响暖暖区民众对外交通的便利性 机动市议员在议会质询市政府交通处到底该怎么办呢 以暖暖区的国道客运的情况来看 1088 1061 1061 A 1062 这几条线其实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们以1061 A为例 上午的尖峰时段其实应该是要开出7加3的班次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加3的部分就很自然的消失了 连7都不一定跑得完整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另外一个难题是什么 是1061 1061 A 4月1号开始减班 1088是5月10号开始减班 我们现在这样子看起来暖暖区的通勤族 应该是全基隆市最凄惨的 所以面对这个状况 其实民众从几个月来一路打电话 打到现在其实都已经几乎要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是基隆市政府 或者是我们交通处 或者是我们辛苦的公运科 在面对这个难题到底怎么办 我觉得要有一个态度跟看法 如果真的没办法 我觉得也要直接跟民众讲 不然我们民意代表夹在里面 实在是也该骂也不对 该求也不对 我们到最后要跪谁都不知道了 这个部分我觉得市政府作为地方父母官 我觉得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到底可以怎么处理 顺着这个议题再下来 我们知道基隆客运既然已经出现了 这种严重的问题 那么一样也会连同影响到R线 我们现在看到R86会是压力最大最大的 我们之前其实上个会期已经有提案 提案到目前为止已经两个月了 希望交通处可以具体的回复和评估 有关于交通部幸福巴士专案的申请 这件事情你们到底有没有评估以及有没有申请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幸福巴士 它当然是否偏乡运输的支持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把R86视为是一种市区接驳 然后它也可以被视为是类似像小黄巴士 我们之前从幸福巴士专案来申请的概念来看 可是后来我们一再往前查 又发现这个小黄巴士在109年度 我们基隆市政府自己撤案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们如果R86这个问题很清楚 基隆市公车已经没有办法在未来衔接上去 那我们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制救 R路线 就是R路线的部分 现在其实我们知道说金融客运 它基本上是想要全面来做停止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 就是我们公克处这边有来做资源了 那中央处这边你还是要去规划 万一未来这种客运真的全面R路线 全部撤除之后 我们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方案 因为这条R路线 尤其是R86这条 是我们所有的通勤族 所有的通学族 甚至是那个往返暖暖气族 是很重要的一个路线 万一彩色调 会引起很大的民怨 甚至有可能会暴动 机动市政府交通处长苏先知表示 大环境疫情影响造成许多司机转业客运减班 不过交通处会特别注意 上下班尖峰时段的运输情况 和客运业者协调 这个影响不管刚刚提到1088 1061 我想整个国道客运在这两年 不管受疫情影响 那很多我们也了解 因为很多的客运司机都转到 所谓的物流或者是仓储之类的 因为那个反而比较活络 那疫情的国道因为整个运量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 那以全国而言的话 我想报纸上也有提 大概去年就比前一年度少了大概三千多 可能三成的量 那我们也有统计过我们金融市的这个国道的话 相对于108年那时候的一个运量的话 我们大概会降了将近五成 国道的部分降了五成 那公路客运的话 大概也有降了大概三成左右 那市区公车跟R路线反而降了更多 那市区公车也有好几层的这个运量都下降 那这个是整个大环境 客运的大环境经营的困难的地方 不过我们还是会尽量 针对于这个尖锋 尖锋民众需求的这个部分 来跟客运业者来做一个协调 那所以他们不管在缺缘或者是受疫情影响 基本上我们有了解 但是可能还是要请他们能够 至少在尖锋的时候能够尽量维持住